快舟火箭的研发 在发动机点火试验中就遭遇了失败 对于快舟火箭总指挥张迪来说 试验失败的代价不仅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 更让整个项目的研发停滞不前 挫折之下 它重走父辈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前辈航天人的叮嘱还在耳旁回响 重新出发 克服重重困难 他们终于迎来终极考验 总指挥张迪能否带领快舟研发团队顺利过关 快舟最终能不能完成太空快递员的任务 太空快递员第二集正在播出 工程师们正在研发一种名叫快舟的新型运载火箭 它可以由车载去往发射地点 直接起数就可以发射 这种方式完全颠覆了以往火箭的发射方式 而在发动机点火试验中 他们却遭遇了失败 对于快舟火箭总工程师张迪来说 实验失败的代价不仅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 更让整个项目的研发停滞不前 过去几年间 每每遇到重大挫折和挑战时 张迪都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停打 转发 停 근데 Flaccs 152天更远 20ort 这四千多位肩负特别使命的年轻人 从此扎根在这片深山丛林中 他们中有的人一生再被离开这里 当时专家的一些公寓 还有给年轻的科技人员配置了单身宿舍楼 从创建到班里大概有三十多年 所以你别看在这种小深沟里 当时还是有刘苏生 硕士博士都在这里 当时绝对是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 在集中来的地方来做这个国防军工 当年的露天电影院如今以野草丛生 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丛林里 露天电影是当时匮乏的物质生活中 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种场景 脱家带口的一家人 丈夫 妻子带着孩子 坐在这边来看电影 还是很惬意的事情 条件虽然艰苦 但未来中国航天一脉却发任于此 张迪的父亲也是航天火箭工程师 从小的耳濡目染 让张迪对航天研究非常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 他也投入其间 一代代航天人身上的信念和理想 深刻地影响了他 我刚毕业的时候做一个设计师 有一天有一个老专家 非常年纪非常大了 是七个多 他说你能不能把你图纸拿出来 我看看研究 好开心 当时那图纸是那种晒蓝图纸 非常大 非常大 桌子上扑不开 然后就像扑在地下 然后我就等于是蹲在那 然后那位老专家就是跪在那听我讲 然后跟他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他就是起来以后拍拍腿 说我听明白了 大概不是你的问题 他就是排查 后来我说这是谁 他说你这都不知道 他说我们总是是人老 人心民 人心民其实就是我们叫航天四老 就仅次于前学生的 大总是听我这么一个小设计 他说人老为了排这个 就是归零这个事情 为了找到这个研究 他几乎每个系统 每个单机他都要听 而且直接听这个一线的设计员给他讲 这样他一点一点排查 所以我当时他的那种作风 因为年龄以前 他早已经退了 还在那种 就是等于是跪在地下 听我们来讲的这些事情 而且是一个一个的系统通 我觉得那种精神设计 我是非常非常精神的心配 父辈们的争容往事 成为张迪的前进动力 这个见证了航天人心血的地方 也成了张迪精神的故乡 每当面临挫折 他就会来到这里 寻求再次出发的力量 航天是一种高门槛的一种行业 失败是很多 而且失败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不光是物质的损失 也有一些精神的摧残 你必须得习惯这样的一个行业 尽快地把问题找出来 然后再恢复你的试验 这就是航天人吧 一定要把自己修炼到这样一种状态 重整旗鼓后的张迪整装待发 接下来他能否带领团队突破重围 快舟火箭的研发 在发动机点火实验中就遭遇了失败 不仅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 更让整个项目的研发停滞不前 挫折之下 他重走父辈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前辈航天人的叮嘱还在耳旁回响 总指挥张迪能否带领快舟研发团队顺利过关 快舟最终能不能完成太空快地员的任务 太空快地员第二集正在播出 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重整河山再出发 四个月之后 新的火箭固体发动机制造出来 张迪和团队小心谨慎 检查着发动机的每一个细节 不敢再有一丝侥幸心理 我们就设想 这台发动机里边一定有问题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一点肯定会炸 那么我们怎么样排除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会我们提了150多个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列成清单 一个一个排查 三 二 一 点火 第二次发动机试验的时间到了 发动机被点燃 不同于上一次 这次没有异响 发动机尾部喷射出了连续不断的火焰 这代表着发动机内部 正产生着远远不断的动力 新型发动机试验成功了 接下来按设计 火箭车将运载快舟火箭送至发射点 通过车载起速发射架 将火箭起速到规定角度 直接发射 这就是运送快舟火箭的发射车 重量超过30吨的快舟火箭 要在发射车上实现直接起速 起速发射架是最为关键的部位 运动还是很平稳 第二机油缸出来了 那个油缸 景江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 起 对机械构造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和团队将完成起速发射架的研发 这又将是一次艰难的挑战 这个火箭的重量大概30吨 指径是2.2米 而以前我们的通用的产品 大概是13吨 12吨 重量增加了大概一倍 指径也增加了将近一倍 要实验它的起速和发射 难度很大 起速访真准备 航天航空工业领域 所有的设计方案都要进行仿真试验 设置 起速驱动 仿真试验就是用电脑模拟真实的物理环境 对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测试验证 开始 现在起速发射架要在电脑上模拟起速 仿真试验并不成功 当火箭起速到20度时 再也无法抬升 停 燃停 试验失败 意味着火箭起速架的设计方案 可能存在问题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研究的焦点汇聚到了液压油缸上 液压油缸是发射架起速的 唯一动力来源 显然现有动力不足以 竖起重达30吨以上的快舟火箭 但要想加大油缸推力 就需要更大的油缸来提供澎湃动能 可油缸直径再大 就可能超出车辆所能承载的宽度和重量 公路上行驶的车辆 它有一个规定宽度 最多不能超过3米5 已经到极限了 那么这个空间的狭小造成了车架 不允许摆放这么粗的汽车油缸 这是一个近乎两难的困境 一个半月方案改动超过10次 最终他们决定增加一根辅助油缸 来解决支撑力不足的问题 检查模型状态 开始 新的设计思路在仿真模拟试验中成功了 但在现实中 起数架能否稳稳一步到位竖起火箭 又一场大考即将开始 火箭组装车间 快舟火箭正在组装中 航天是工业领域的最高标准 火箭的每一个组装环节 必须由技术人员监督核准 通过检验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火箭组装完毕 接下来需要吊装上火箭车 2.5吨的吊距与快舟火箭精准对位 10个挂锁将火箭一一锁紧 火箭车入场 快舟火箭即将吊装上车 卫星已经安装进入火箭 工人们必须全神贯注 任何吊装碰撞都可能导致 卫星和火箭发生所坏 火箭已发射车的距离不超过20米 吊装却持续了半个小时 快舟火箭终于顺利装上发射车 他们即将前往试验场进行最关键的测试 快舟火箭起诉试验 这台发送机你怎么保证没有这些问题 生产的过程控制 实际上我们也在琢磨一下 快舟火箭研发团队齐聚现场 张迪开始跟各个研发团队进行逐一确认 你现在是什么方案做的 顺着它在燃气流吹的方向 都有没有防护到 反复确认之下 快舟火箭做好了模拟大考的准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发射架的基座缓缓放下 测试正式开始 火箭缓缓抬升 一般的发射架我就一吨多一点 这个发射架五吨 前作未有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发射架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支不住 那么就会出现系统塌陷 非常危险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景江和团队记录着 起数架运行的状态 起数架慢慢抬升到了20度 它是否能够通过考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快舟火箭搭载着两颗卫星 矗立在茫茫戈壁上 15年 艰难研发之路 终于迎来终极大考 10 6 8 1 6 5 4 3 2 1 火箭发动机 分射出高达1500多摄氏度的火焰 推动着快舟火箭飞向太空 快舟火箭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航天工业发展以来 准备和发射时间最快的运载火箭 快舟火箭的成功 为未来中国对太空进一步探索和应用 买出重要的一步 但工作还远未完成 接下来 快舟固体运载火箭 将被送到极寒 高温 高湿度的条件下 一次次地进行发射测试 航天事业 将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 永无止境 我们ぜひ步伐入 我们 Fro心 其次地下 amo 含 大 Station 猪